梁花可以泡茶 莲子补脾胃 莲子心可以安眠 莲藕凉血亦可入菜 藕结直血 荷叶包米饭 莲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古人的智慧教您健康养长过好生活 欢迎收看谈古论经话中医 药食同源 食聊是中华老祖先们的智慧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 周潮就已经有食医的职位 专门掌管人们的饮食健康保健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认识 莲藕在中医上的应用 很高兴邀请到台北上海 铜铜堂国药号胡乃文医师 来到现场与我们分享 胡医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医师我只要想像这个莲花 莲子 莲藕 甚至是荷叶都可以拿来吃拿来入菜 都能够 其实讲我们中医的看法是都可以拿来入药 当然以中医来讲的话 什么都讲的都把它想成是可以入药的 那实际上它又可以吃又可以就是又可以治病 这是中国古时候发展医药的这个最有趣的事 是啊 而且它每一个部分都不浪费 对都不浪费 尤其是莲花 它是每一个 就是它每一个部分都能连棚都可以都可以入药 哦 莲蓬也行 对 还有莲子呢 莲子里头有莲子心都可以入药 所以它什么都可以拿来入药 可是莲花这东西呢 在古时候的人 就对它很有这个很褒奖 很夸赞 例如宋朝的周敦仪先生 他对于莲他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莲出淤泥而不染 其实莲呢 它就是在那个你知道这个烂泥里面 在烂泥巴里头长出来 而且长出来的时候呢 它有长叶的有长花的 一个花金只长一个花 对 一个叶一个叶 而且它长出来很干净 对 泥巴都不会再上来 所以才会讲 莲出于淤泥而不染 就不染就说不脏 然后呢 着清莲而不妖 中通外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那个金啊 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金 有没有剪开看过 没有 这个黑衣 是喝莲花茶 对对对 那个以前我们身上 在比较乡下一点的城市 在那里都可以看得到 这个荷花呀什么的 那这个莲花 它的这个 它的金呢 是里头是空的 外头是很直的 所以这里讲中通外直 不慢不直 它也不长出 就是它不长慢 也不长分支 它没有 可是呢 它却有点香香的味道 那么停停静直 就是停停玉立那样子 是直的 就这么很直 可远观而不可以卸完 就是你可以看它 但是呢 你拿到玩 那它又很嫩 而且最有趣的是 它的那个荷叶上头啊 荷叶上头假如说滴了个水珠子 你会怎么样 它会滑动到中心 那是为什么 那个其实就是现在的 你知道现在人不是有所谓的奈米技术吗 是 奈米工业技术啊 它做出来的那种 那种衣服材料啊 它也是一样 那上面滴一滴水了 那个水是在上面滑的 是一个水珠子 它不会滲进这个衣服里头 那这个也是一样 不会滲进叶子里头 它就是在上面这样的滑 它跟奈米的 是一模一样的一种东西 而且啊 我记得那个莲花茶 就是泡在那个 因为它本来是收干 我们在台湾喝到的 它是收干变成这样一束的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热水 它很漂亮 它就会一半一半一半开 对 那莲花茶非常的清香 非常的好喝 我还没吃过呢 真的吗 白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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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的白河 对 台南白河 听说 种莲花 种莲花很多 那么这个莲花呢 它底下呢 长得根 称之为 莲藕 莲藕 上面的叶子呢 叫莲叶 或者叫荷叶 荷叶呢 我们在食物方面 把荷叶包了米饭 然后呢 蒸出来的 叫荷叶饭 对不对 那我 我所知道的 中医学上呢 有的时候 用荷叶包米 蒸成了饭 然后拿那个饭呢 来做药 哦 那个是入了那个荷叶香味 是可以做药的 然后拿去做药 也有这样子的一些个做法 那可是底下的莲藕啊 莲藕是我们一般当做菜来吃啊 莲藕很有趣的就是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根基呢 拿来吃的时候 是它所谓的可菜可饭 意思就是说 它也可以当菜 也可以当饭 哦 所以它里面是可以有那个 像淀粉那样的 对 是有淀粉 然后呢 它最好玩的是 它的这个东西 你把它切开来的时候 你拉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有丝 会连丝 就称之为藕断丝连 可是中医药用藕 你知道怎么用吗 怎么用 它不就是 它不是用这个藕 而是用藕跟藕之间 就是两个根中间的那个地方 叫藕结 我们常用那个地方 为什么 藕结才凉 我们用藕结干嘛呢 止血 哦 它可以止血 对 它是凉的 所有的这些药物啊 是凉的就可以止血 是烧成碳的就可以止血 烧成碳 对 烧成碳就可以止血 是 所以这很有趣啊 就凉的就可以止血 那连藕它可以止血 有一个方子叫做四生丸 四生丸就是用连藕结 藕结再加上生地 生爱 叶根 生侧薄 这四个都是生的东西呢 把它给打成 就是捣烂 做成一个一个的 大概三前的一个丸子 好 就把它给晒干 那这个时候就称之为四生丸 等到要用的时候 再把它给放到水里头去烧开 那么这个水呢 拿来喝就称之为四生丸 治什么的 治什么呢 治流血 例如流鼻血啦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女孩子的 对 就是便血啦 之类的 鼻血 齿钮 目钮 就是只要是身上流血出来 目钮就是眼睛出血 鼻钮就是鼻子出血 齿钮就是牙齿出血 耳钮呢 就是耳朵出血 假如说是在这个 这个排便的时候流血 是叫痴疮啦 什么叫做长风脏毒之类的 所有的这种出血 大部分都可以用这四生丸治疗 那这个也就是它怎么样 它的作用是凉的 而这个生藕呢 它就是干而寒 又寒又凉 具有消淤的作用 消淤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把那个血啊 已经结成为血块的那种血 叫做淤血 它可以把这个淤血给消了 然后呢 可以除繁解渴 除繁解渴 那也就是说喝莲藕汁 就可以除了繁 可以解了渴 另外呢 它说止鼻血 便血 尿血 子宫出血 等等的这个血 所以呢 它是治一切血症 都可以吃它 所以呢 平时假如说有流鼻血的孩子 你可以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莲藕 生切片倒泥 就可以吃了 对对对 或者把生的这个莲藕呢 就是加点糖感啊 什么东西也可以吃 外敷当然是也行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就是用内敷 就是喝下去 就有帮助了 是 莲藕上面的叶子 叫莲叶 或叫荷叶 把荷叶包了米饭 然后蒸出来的 那就叫荷叶饭 也可以用来做药 两个根中间的地方 叫藕结 藕结姓梁 它可以止血 把莲藕切开来的时候 会有丝 所以称之为藕断丝莲 讲到莲藕啊 它也经常在《红楼梦》里面 贾府在招待宾客的时候 它也被制作成一个甜点 叫藕粉桂糖糕 就是把藕的制成粉之后 加一些桂花糖啊 加面粉啦 糊一糊变成那种 有点像QQ的 你怎么知道是QQ的 你吃过吗 你有用 就是因为现在那个食品安全问题 所以莲藕粉已经被取代 用来做勾芡的这个替代品 那其实它作为那个小孩子 你知道吗 把莲藕粉加上黑糖 糊一糊加水糊一糊 它就会变成QQ的 有点像那个我们 有一种叫像凉凉的一种粉 我吃过这种 就很好吃 你会不会做 会啊 然后加那个上面可以沾那个黄豆粉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这样子 对 这个莲藕真的是蛮好的 就是反正这个荷花这东西 它底下的藕也可以拿来吃 上面的这个叶子 也可以拿来包米饭等等 它也就是说它所有的 你想得到的 它整个身体 整个莲藕全部的东西 都可以拿来当食材药材 蛮好的 那么莲藕呢 我所知道的就是 假如是切开了 拉开会里头有那个丝 为什么会有这个丝你知道吗 有人说它是 它的那个纤维很特殊 其实就是它的运送养分的那个纤维 很特殊 我们在解剖上面看 它是一种螺旋状的 而且这个螺旋跟其他的螺旋不一样 其他的螺旋也是螺旋状的 但是没有这么多 它可能很密 一拉的时候 那个螺旋就被 就被拉直了 所以一看就是丝状的 所以叫藕断丝连 那么这个莲藕呢 它在我们一般的用法当中 大概就是用藕结来作为药物 除了这个当藕结纳的药物以外 这莲藕还有其他很多的作用 例如我所知道的莲藕 也可以做成粉 就是我们中医讲叫成粉 成粉就是把它给打成粉了以后 再放在水里头 让它变成为 飘出来的那种粉 那个洗出来的那种粉 那个粉要做什么 那个粉就是刚刚大概你讲的 做莲藕膏之类的那种东西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买到的都是已经 都已经人家做好了的 不是 就是莲藕粉 它基本上是有点像一片一片 像燕麦片那种感觉 对 那可是呢 莲藕啊 要是煮熟了的话 它的腥味就变了 刚刚是凉的 它原来的莲藕是冷的 是寒的 可是呢 它假如煮了以后呢 就变得温了 也就消于清热的这种作用 可是呢 就是刚才讲的 做成粉了的时候呢 它对脾胃有帮助 可以养胃之音 能够止腹泻 这倒是蛮不错的一个做法 那然后呢 莲 它莲籽就是在莲棚里头 一个一个洞 洞里头长着一个一个的莲籽 这个莲籽啊 刚刚拿出来的是粉 有点 看起来好像很粉的啊 但也有的是 但是不同品种 有的是呢 确实很糯的 就不一样 那莲籽它的作用呢 就是补皮为主了 你看 它可以清新新皮 补皮 纸屑 而且呢 可以养心 安神 明目等等 主要的它的作用都这么好 而且呢 叫莲籽 它外头的皮要是不拿掉的话 皮啊 这种莲籽它外头还有一层皮 我们一般人是把那个外头皮给剥掉 剥掉了就称之为这个 叫做莲籽肉 可是呢 不剥掉的话呢 这种莲籽它就有皮的那种色的作用 就可以止泻了 哦 是 就这个作用 可是呢 莲籽因为补皮 所以呢 假如说你身 你的这个 它说补皮 其实它就是让这个胃啊 停住 不让它多动 所以呢 假如说 人是有中满的 有脾胀的 或者大便躁结的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使用 我常常是利用莲籽的这一个特性来止泻 你知道有的人吃中药 他就会泻肚子 那会泻肚子的 你就用莲籽加一点点进去 它就不会了 所以有个处方叫做 叫做森林白竹散 里头就有莲籽 它大概就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皮胃啊给补住 以至于就不泻了 是 那莲籽啊 我们就想要莲心 因为它其实也是有功用的嘛 对 莲籽它的里头 这个莲籽 我们把这个莲籽拨开里头 可以看到有莲籽的心 莲籽心呢 这个莲籽心 你看是这个样子 它是 它就 你有没有咬过它 很苦 很苦还不算 你放在嘴巴里面试试看 它不但是苦 而且还有一种很色很色的感觉 它就是苦而色 所以它是因为是苦 所以它能够清心 心就是苦 苦的味 火就是苦的味 所以它能够清心火 并且呢 不但清心火 而且把心肾 把它沟通 也就是说 焦心肾 焦了心肾的时候 就水火调了 水火调了就好睡觉了 这样子 这个所谓的心肾 心肾调 或者叫水火祭祭 那这个人就好睡眠了 所以莲子心它可以 可以治疗 热 可 心烦 而且呢 还可以凉血 所以能够制 吐血 另外呢 心热 而且小便 假如说有那种 滴滴答答的 而且是热的那种现象 那就叫做灵 就是有灵灼的现象呢 那么它都可以治 并且因为它清心火 所以 这个心被清了 被安了下来呢 睡眠就会变好了 那么我在临床上 偶尔的使用它来帮助 就是帮助睡眠 那另外呢 在它也 也因为是太凉 太寒 所以假如 大便比较来得 糖蟹的 那就要小心咯 糖蟹 可是它又有色的作用 所以它还是可以收 可是呢 却因为它寒凉 以至于大便 假如说是冷而糖 也就是像 类似像水一样的那种 那种大便的人 就要小心 不可以吃 是 中医讲求的是 对症下药 最后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自己 买一些现成的中药 来自己服用 因为毕竟 身体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 保养好 莲子就是在脸棚里头 一个一个洞 洞里头长得 一颗一颗的莲子 莲子的作用 就是补脾胃为主 莲子心 它可以治疗 热渴心烦 而且还可以凉血 所以能够止吐血 而且小便 假如说有那种 滴滴答答的 它都可以治 并且因为它清新火 所以睡眠就会变好了 多一份用心 身体就会多一份健康 其中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要教大家做养生料理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 这道养生药膳是 橙汁藕片 这个橙汁藕片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促进代谢 可以净化我们的肠味道 像一些经常口干 口罩 牙龈很容易肿痛的人 我们这个橙汁藕片 效果非常好 而且还可以养颜美容 那橙汁藕片 我们今天所用的材料 有哪一些呢 当然免不了就是要有莲藕 橙汁就是柳丁汁 那柳丁汁的部分呢 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要用新鲜的柳丁来挤压 效果会比较好 因为柳丁呢 它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 其实忙碌的现代人啊 有很多人啊 肠味道功能都没有很好 有时候啊 还变得会有功能上的障碍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促进消化的一个水果 那它还可以有很大的抗自由基 可以养颜 可以美容 那用材的部分呢 我们会用到枸杞籽 那枸杞籽呢 它可以清肝 润肺 可以明目 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然后再来呢 我们会加适量的洋葱 还有我们的嫩姜 我们强调它是嫩姜 因为这样才不会太燥 还有我们的葱 再来就是我们的冰糖少许 首先呢 莲藕要把它切成薄片 之后呢 先把它烫熟 那洋葱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切成丝状 那嫩姜的部分 也是把它切成丝状 那我们就把葱切成段 好 那我们一样 我们放少许的油就好 其实也可以不用放油啦 那我们就是放油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增加它的亮度 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好 稍微给它爆香一下 好 那我们就来先下我们的橙汁 再下我们的冰糖 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让它煮一下 煮一下的目的在哪里 除了说把它的 那个食物的香气 让它逼出来之外呢 会让它等一下 这个比较呈现糊状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这个是要用拌的 在煮的过程呢 我们就一般看我们的藕片 烫的程度到哪里了 像我个人呢 就喜欢比较吃脆一点的口感的话 我们先大概烫个十分钟就好 十分钟就好 然后做下来怎么样呢 来 我们就要用一点点冷开水 将我们的藕片 把它弄到这边过来 泡冷水的目的 就是要让它脆脆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 烹调之后呢 已经呈现了糊状的感觉了 我们等一下 不是让棉藕一起下来 让它焖熟 不是 我们先把它这个火给关掉 之后呢 把这个水滤出来 好 再把它加入我们的橙汁里面 再将我们的生姜 这是嫩姜 所以我们不用让它煮太久 重点来了 这个不是这样直接热热的 我们就来吃它 我们要让它静置 浸泡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没关系 但是有时候 我们很赶时间的话 最起码要让它静置个 差不多二十分钟 好 我们经过静置二十分钟之后呢 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盛盘出来 有酸酸的柳橙的味道 还有香香的藕香呢 最后我们就把它撒上我们的枸杞子 好 今天就是我们所介绍的橙汁藕片 橙汁藕片 材料 莲藕一段 嫩姜一块 枸杞一大匙 柳橙汁500cc 洋葱半个 葱一只 冰糖50克 做法 莲藕去皮切片 放入滚水中以小火煮约10分钟 再捞起泡冷水备用 洋葱切丝 葱切断 嫩姜切丝 枸杞略泡冷水 沥干备用 锅中加入少许油烧热 以小火爆香葱与洋葱 续加入柳橙汁 冰糖 以中小火煮至略成绸状 将莲藕放入橙汁内拌匀 静置二十分钟 放入姜丝 一起拌均匀盘 再撒上枸杞即可 医生小丁宁 莲藕是寒性的食物 身体虚寒的人要注意 不能多吃 尤其是藕结更凉 那么女性如果是寒性痛经的人 也要注意不可以吃 生产之后 吃莲藕也要小心 因为它是寒凉 而且去浴血的 如果早吃了 可能会发生问题 还有莲藕呢 它里头的一种化学物质 遇到铁器会变黑色 所以假如用铁刀来切莲藕 那要小心 食物会变颜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